运用手机拍摄人像美食 已是现代人进入生活的主要方式 为了让社区长辈也能运用手机拍出美图 分享精彩生活 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与震生广播公司 携手夏恩里礼办公处办理科技应用小讲堂 邀请神脑店头的专业讲师 教导大家手机拍照的技巧 吸引超过百位礼民参与 台北新龙门市讲师彭博祥 以简报方式分享步骤与实际演练 传授三分法四分法的构图拍照方式 并利用美图手机APP 加上滤镜修图 让照片变得更有温度 此外台湾气候潮湿 本次活动更加码除湿机课程 由树林中山门市讲师郑正生 与民众分享除湿机怎样开最有效 并以风趣的动画进一步让大家了解 湿器对身体的影响 不只学习新知 主办单位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 更提供精美口罩与日本原装进口 Sakuyo保健食品作为好学礼 让长辈们习得手机技巧 也获得满满健康 以上新闻由正生广播公司惠俊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正生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